暑假来临云林县政府推出云林艺术盛典活动 预计在8月22、23、29、30日 两个周末举办一系列的艺文表演 同时为了防堵疫情 这一次的表演地点是在斗六艺术水岸园区 有原住民歌舞、特级表演、戏剧等等 各种精彩演出 邀请民众一块来欣赏 那么我们的线律招式啊 最基本的入门有十招 第一招大名 台上精彩的精彩表演 让台下观众看得是目不转睛 在老师的操作之下 精彩就像是自己的手脚 不管什么困难的动作 也都可以来轻松完成 大家好我是小螺丝 那这个道具呢叫做剑玉 它是从很久以前就流传到现在的玩具 那它两个木头然后一条线 很多不一样的玩法 那到时候呢艺术节 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 更丰富时间更长的演出 那还有其他很多很厉害的表演者 当天的活动会很丰富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趁着暑假期间 云林县政府也将在月底的两个礼拜 假日举办云林艺术季活动 原住民歌舞特级表演戏剧 太日月级还有杨士豪的这个节出的表演 还有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建议老师 充满的就是不管是 可以是小朋友的亲子的大人的 那可以是动的跟静的 从8月22号23号8月29号30号呢 连续两个周末呢 在我们斗六的艺术水岸园区呢 都会不断的轮番上阵 说到疫情影响 县府也将表演场地设立在 斗六艺术水岸园区 除了是示威空间更是十分开阔 在8月22号23号下午3点 表演演员将会开始 一系列的精彩演出 就是让民众感受艺术文化 夏季的艺术节跟我们文官处 还有叫我们在地封态文教基金会 我们共同推出了 这个一闪一闪亮晶晶 夏天这个艺术的饗宴 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斗六 那艺术水岸园区 所以很方便 请邀请大家 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就就地就近 来欣赏 我们这个非常多元的演示的表演 从8月22号23号开始 连续两个礼拜的假日 在斗六艺术水岸园区 也将会推出一系列的精彩艺文表演 邀请民众共同来欣赏 节将以运离线采访报导